最近网络上发现一个名字叫做柏拉 究竟什么叫柏拉 基本上就是颈部的拉皮 大家都在注意前额中脸下脸的拉皮 而忽略了颈部的拉皮 其实颈部是最容易看出年龄的部位之一 而且是化妆很难掩饰的部位 年轻的脖子 当然就是说这个脖子没有皱纹 还有就是脂肪没有堆积的骨肉 那最重要的我们看老化的脖子 就是这个下汗和颈部的这个角度 我们希望是在90度左右 因为我们随着老化 就是肌肉的宗似这个角度会越来越大 我们认为一个年轻的脖子 大概就是90度 还有皱纹很少 这就是一个年轻的脖子 以医学来讲颈部老化的特征 第一个就是皱纹 皮肤皱纹产生 第二个就是皮下脂肪堆积 第三个是肌肉下深沉的脂肪堆积 第四个是有所谓的扩颈肌 扩颈肌松弛 第五个就是这个二腹肌 这里有两条肌肉 欧腹肌它也下垂了 还有第六个就是我们的下汗线下垂了 这六个元素造成了一个脖子的老化 刚刚讲的那个六个原因 一般来讲都是会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产生的问题 但是有些年轻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最主要的就是 他们的皮下堆积了一些脂肪 还有就是它肌肉下的脂肪也比较多 还有就是这个二腹肌下垂也都有可能 那这时候其实它没有很多 多余松弛的颈部的皮肤 其实在治疗上是跟老年的脖子的年轻化是不一样的 在上了年纪的 或者说你这个皮肤松弛的很厉害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所谓的拉皮手术 那拉皮手术就要切除多余的皮肤 那所谓的下垃拉皮 那一般来讲当它有颈部老化的问题的时候 就变成这个下垃拉皮要合并颈部的拉皮 所以在对于一些年轻人 它有双下垃拉皮的问题 或者说它的脖子颈部有提早老化的情况的时候 它没有很多忠实的皮肤 可以使用所谓的下垃圾3到4公分的切口解决我刚刚所谓的6点 不管它有哪些缺失 我们从这个切口去矫正 包括这个抽脂 然后这个扩颈肌的这个麻夹手术 还有深层的肌肉把它拿掉 下垂的肌肉拿掉 我们可以藉由这样单纯的切口去做 而不一定要合并下垃拉皮手术 下垃拉皮合并颈部拉皮手术 其实就是改善这个下肝和脖子的角度 那所谓的横纹 应该是说做了颈部拉皮的时候 因为我们颈部可以拉掉 拉了很多的皮肤 那拉了皮肤以后它会变得比较淡 但是它没办法消失 这一点我们还是要跟这个消费者解释清楚